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三生三世枕上书虽然已经完结,但剧情细节暴击,真让人拍案叫绝。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凤九的在凡间的心理爱情片吧。 我一个人来到凡间,过了一段伤心的日子。 可是,看着肚子里的孩子,我一下充满了力量。 随着肚子一天天的显现出来,终于有一天我肚子有了感觉,那一刻我好激动,也迅速地想起了你,如果你在我身边会是怎样的光景。 你会很激动,还是会很无奈? 出为人父,我想你还是会喜欢的吧,我想向着你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,和我一起感受孩子的心跳。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,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颊,你会趴在我的肚子上,倾听孩子的声音,感受他的心跳吗? 也许你还是会的,毕竟他也是你的孩子,也是这万万年来你第一个生命的延续。 可终究你还是选了肌恒,抛弃了我们母子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心里更多的是对孩子的期待,对你的怨恨慢慢就消失了。 你不喜欢我,也许你也曾喜欢过我,但是你可能更喜欢肌恒一点吧,不去想这些心烦的事了。 每天跟孩子讲讲故事说说青秋。 我不再想你,因为我不想让孩子知道,有你这样的父君都没有办法给他结束我们的关系。 请原谅我这么多年的感情,追住你的脚步,在这一刻我将他尘封,如果有可能我将永远不再开启他。 孩子的降临更是将我的生活填得满满的,我满心满眼的都是孩子。 他很健康,我叫他滚滚,是希望他一滚一年迅速长大,长成一个男子汉可以保护妈妈。 有时看见滚滚如你的面庞和你的白发,让我有些失神,有些记忆。 虽然我已决定忘记,可是他还是会时不时跳出来打扰我一下,让我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又重新揭开,好在孩子的哭声是最好的调和剂,使得我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杂事。 看着他粉嘟嘟的小脸,我的所有烦恼都随之消散。 初为人母的我也是手忙脚乱,还有很多东西要学,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突然很想奶奶和妈妈,如果他们知道我独自在外生孩子,一定会心疼的。 可是我不敢回去,怕爷爷和爹爹去找你要个说法,让你负责,那样我还是会很难过的。 我不想自己变得那么讨厌,既然你最终选的不是我,那我又何必去让你讨厌哪? 就让他过去吧,不要再纠结了。 现在其实也挺好的,我独自在外面,他们也不必为我担心,有这么可爱的儿子陪着我,一切都值得。 这也是一件好事,我在茫茫万论中,在没有时间去想那些烦心的事。 孩子一天天在长大,我开心地记录着他的一切。 他会翻身了,会坐了,会走了,可以跑了,可以叫娘亲了,可以和娘亲对话了,可以上学了。 这两百年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,偶尔滚滚不在的时候,我还是会想起你。 你现在跟他是不是很幸福,有没有也偶尔想起我? 没有关系,就算你再也想不起我,有滚滚在我很知足。 我也已退去了年少的青涩,随着岁月的流逝,对于你的感情再没有那么执着。 感谢你让我成长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